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京葱烧茄子 茄子 茄子即是矮瓜 有圆绿绿 有长条形的 口感都不同 买的时候 要选有光泽 深紫色 没有烂的 无论烧或清煮 都很好吃 首先我们将茄子刨皮 切成粗条 然后我们将京葱切条 洗净八角时 撕碎 我们用平底锅 用少许油 煎茄子 每边煎大约2分钟 至金黄 就可以拿出来 我们用一个小锅 煮汁 放入豉油 糖 鸡汤 煮大约2分钟 接着我们用一个锅 放入油 爆蒜片和八角 爆香蒜片的时候 我们就放入京葱 继续炒2分钟 直至京葱是香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倒入已经煮好的酱汁 煮它稀少少的时候 然后把茄子回锅 炒均匀 这个汁收干的时候 拿走八角 这样就完成了